好,接著我們來示範檔案解密 那我們先把這個已經加密過的檔案先刪掉 這樣方便我們待會做一些操作 那首先我們來對這個檔案進行解密的動作 那解密的動作一樣,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做decraft 就是解密,點下去 那它顯示什麼 那預設輸出的路徑也是跟它同一個地方 那它就會顯示 這是由這個人所簽署的 那怎樣,那Save All,然後就儲存了 那它就會去把它解密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解密完之後的這個東西 沒錯,這個就是剛才我們加密的東西 那資料夾的解密一樣 那因為我們之前是有輸入那個密碼 所以有時候它會輸入密碼 那一樣做解密的動作 那一樣它就會說這是誰簽署的 那看是不是你要的那個簽署的人 那一樣Save All 然後它就會建立一個資料夾 不過這個資料夾看起來有點問題 看起來有點怪 跟我們一開始建立的那個資料夾有點不太一樣 那這個待會會放在那個問題解決的那個錄影 我們再來看一下為什麼造成這個問題 那原則上解密就是這樣做而已 非常簡單